又到了六月畢業季 還是有不少大學生沒有如期畢業 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 1060學年大專院校大學部研碧人數超過4.9萬人 比起1050學年成長2.9% 研碧生占全台總學生人數達4.6% 人數與比率都創立年新高 除非是雙組修或者是輔系 因為那個學分真的要很多 所以有些會大五大六才畢業 在校時間長一點 然後因為課可以修比較少 然後就是在空前的時間裡面來做一些準備 然後做完準備再出國這樣 進一步從1060年度各大學回報資料來看 約75%研碧生是學分沒修滿 包括備檔或者準備研究所 國家考試等技術性研碧 接下來15%是為打學校要求門檻 實習 語言能力測驗 服務學習 專業證照未取得 剩下約10%是雙組修 輔系 出國交換 而延長修業年限 如果是因為要報考公職而延避 或者是因為不敢進入職場而延避 我想雇主大概就會認為 這個很負面的 因為第一個他可能認為 你來我這邊工作並不是你的優先選擇 你可能是因為公職考不上 才延避才來我這邊工作 不過學者也說 社會新鮮人求職最大的障礙 就是經驗不足 如果沒有明確目標 建議先進職場找人生方向 之後再重新進修 原視新聞綜合報導